好,回來第二節,繼續門徒頭條 今次會說回教會的事件 剛才也說漏了一件事 就是開咪之前,歌手阮民安被拘捕 指他涉嫌違法國安法和洗黑錢的罪名 在這裏我們為他祈禱 希望阮民安可以平安 希望他沒事,唯有為他祈禱 如果剛才沒有看第一節的聽眾 我再去回應一下關於時代論壇的查詢 因為在開咪之前,收到時代論壇的記者 扣過面書問我一件事件 就是現在我們在搞和理非100的網站 就說跟以前張國棟博士的送養白川非常相似 就說是否有所謂危務的事件 由於這個記者是在4點踏輯先扣過這個訊息去提出的 當時我就很忙要預備現在這個直播節目 我就沒有看到的 直到開咪之前十多分鐘才看到 而他說要在5點半回覆截稿 我看到訊息的時候 差不多都是5點9、5點10的了 已經通過了他要求回覆的時間 所以我只有回覆他 就說我會在今晚這個悶途頭條的節目 去回覆他 首先都是一樣 讀回究竟送養白川說些什麼 那個記者就說 他們就留意到 我們現在搞的那個新的網站 和你非一百 就跟以前送養白川很相似 他們就找了張國棟博士去問他的意見 而張國棟博士就這樣說 就說我們就以頭用這個送養白川的名字 來設立這個網站 的行為就跟內地流行的勾戰別人相標 這些不道德的行為幾乎是一樣的 同樣是如目混珠 和利用別人辛勞成果 他就說沒有任何人就接觸過他 亦都無意授權任何人 以任何的形式去延續 亦都不會轉讓送養白川的域名 就請讀者去留意等等 我再在這裡回應張國棟博士 我覺得這個真是 這個反應是緊張了 以及可能你都不太理解 那個商標的一件事 首先,現在我們這個名字 和你非一百 經過了兩龍的投票 送頭一由一票所決定這個網站的名稱 和你原本送養白川是完全不同的 和你非一百 送養白川 完全不同的 並且,當我最初去搞這個投票的時候 四個的選項 都完全是避免和送養白川 太過接近的了 避免有人會覺得 叫做抄襲、模仿、危務 這件事 所以,其實由Day1開始 名字都不可能 叫做模仿了、抄襲了、送養白川 這個名稱 第二,說到商標最重要的 就是那個Logo 那個設計 或者那個愛表 網站那件事 現在這個名字 和你非一百 我們剛剛投票截止了 有了結果才得出來 連個Logo都沒有 連個Logo都未開始設計 因為你從何可以說 有人去抄襲、危務等等 那你都要有一件事 才可以指控別人去抄襲 太過相似那件事 都沒有 都未開始 更何況 現在的網站 都還未開始去設計 因為我們都要做一個眾籌的行動 籌集到資金 才開始找人去架設這個網站 那連這個網站都沒有 那何來偽無這件事呢? 因為我們在說商標這件事 是一個整體來的 而第三件事 唯一就是 以前你的網站叫做 Faith100.media 現在我們註冊了 就是Faith100.hk 那樣 如果你說這件事太過相似 那也是一種偽務的時候 那兩個回應吧 第一 是否你暗示 向全球所有域名註冊商 都有一個漏頌呢? 就是說 如果有人在前面註冊了某一個名 後面所有.com.cm.hk.org.media 都不能給第三者註冊的了 但是現在的做法不是這樣的 張博士是否暗示所有的域名註冊公司 都有一個這樣的流動呢? 我相信你不是這樣的 還有 另外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 剛才也提過 商標這件事是要看整體的 不能夠單單看一部分 你不能夠說 因為前面的動盤一樣 所以這件事就是偽武 或者勾戰 或者這些叫做偷取別人的新路 是無故這樣說的 因為如果這樣說的時候 我又示範一下 張博士 你在去年年底 結出了宋養百川的時候 你就說 將會去設一個新的討論區 叫做港風之谷 香港的港風之谷 我會不會說 張博士 你這樣抄襲了 宮崎仲的風之谷呢? 風之谷這套電影 我們知道 是由日本的動畫大師 宮崎仲 在上世紀八十幾九十年代去拍攝 是一套全球好賣座的電影 是改變了一代的動畫電影 而現在張博士 你未得到宮崎仲的同意 你自己就用了風之谷這個名字 就在前面加了港字 你這樣是偽武 你和國內那些勾戰的行為 是沒有任何差異的 大家要認清楚 宮崎仲絕對沒有授權張博士 是用風之谷這個名字 亦沒有打算要延續風之谷這件事 各位要注意 我不會這樣說 因為我知道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抄襲 什麼藝武的行為 因為裏面 除了風之谷這三個字 像之外 其他東西都不像 logo 動機 或者整個外表都不同 我不會這樣說 會是 所以我覺得 張博士絕對對於 抄襲偽暴這件事 是不清楚 所以才有這樣的反應 當然 我之後會再觸發文字的回應 或者聲明等等 去澄清一下 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都問題不大 可能大家是不了解所謂 就是商標這件事 不過我剛才也提過 再提多一次就是 關於時代論壇 因為整件事 是由時代論壇主動去挖掘 然後問張博士 張博士先要去回應 所以我覺得 張博士不是被動 要這樣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為什麼我都說 對於張博士 我們就不要太過苛窄他 只不過對於時代論壇來說 我要再說多次 麻煩你們作為基督教的媒體 做回一些基督教媒體要做的事情 在過去這兩個月以來 香港教會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講解加南堂的鄭家輝牧斯 這件的醜聞 你們在過去兩個月內 是沒有任何的報導 沒有任何的節目 而你們自此是基督教的媒體 有正經的事情不做 有重要的事情不去披露 有這麼罪大、惡極的事情 你們不去揭露 這麼細小的事情 你們竟然想撩戴他們 剛才我說的商標的問題 任何一個經營媒體 或者任何一個小小的法律常識 都知道這件事是不成立的 你們站著想撩戴來做? 好 麻煩你們做回正經的事情 講完了 回到今集節目要講的事情 這次有兩個話題想跟大家說 第一 就是由上星期四開始 政府勒令所有的宗教場所要關閉 我們就注意到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處理 是有點不同的 另一件事就會講講關於 鄭家輝牧師的太太有封的自白書 首先講講關於天主教先 大家可以看一看這一個畫面 這一個就是天主教香港教區 在上星期公佈的 就是關於上星期四已經生效了的防疫措施 即是立令教會去關門 其實前面的事情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很多其他教會或者宗教場所都會這樣講 即是要暫停實體聚會等等 而唯一要注意的是什麼呢? 就是注釋第二 注釋第二是怎樣寫的呢? 它就說 唐區應選擇聖堂或小堂以外的場地 舉行網上直播的尼莎 以免有抵觸上屬政府緊急措施的言誼 為什麼我會特別用這件事來講呢? 因為這個秘訣 它簡直是勸喻他們的教目人員 聖聖人員 不要在教堂或教堂的範圍裡 去做網上直播 尼莎 即是我們基督教就叫做崇拜 我是特別注意這一點 因為如果看回現在的情況 政府是沒有限制 單單只是宗教團體的職員 在裡面關門之下 做網上直播這件事 因為如果連這件事都禁止了的時候 是很嚴重的 即是說你幾乎可以這樣說 你不讓教會有任何宗教的活動 過去那兩年雖然有時候 政府都會要求教會或宗教場所 就要暫停實體聚會 但是也是容許有網上的轉播或直播 這樣是令到雖然很不方便 但是送眾依然可以透過在網上 收睇到彌撒、崇拜或其他宗教的聚會 未至於完全停止了 而你看到在天主教 反而在這方面 他直接會呼籲他們的聖職人員 盡量避免 不要回教會搞直播 在教會以外的場地搞 那這個呢 是有問題的 我想說 是不是政府當時的公佈不清楚呢 我就覺得應該是不清楚了 以至會有這樣的誤會出來的 因為其實你看回 天主教香港教區 過去的主日 即是前日禮拜日 他們都是有網上直播的 那個是我見到由蔡惠文神父去講到的 我估計那個場地應該不是家裡 因為就這樣看過 我估計那個場地沒有可能在家裡做的 而那個地方是不是教堂呢 教會裡面做呢 那我又不敢一口咬定了 但是 因為如果你連被教會關門 做網上直播都不給的時候 你幾乎是等於 直接停止了 他任何做宗教的活動 我去哪裡做呢 說真的一句 如果你不讓我在教堂做 你迫我在教堂以外做 但是其他地方 公開的地方 已經全部關掉了 就算我在街上做也更大 你現在說兩個人限聚了 我想在街上 多兩個人都不行 怎麼做呢 是做不到的 那家裡有多大呢 大家住在家裡有多大呢 還有那些地方適不適合 去搞一場崇拜 尼莎等等 你看回有些教會搞 那個網上直播崇拜 那個規模 我想在香港這麼鬥勇的地方 是搞不到的 是絕對搞不到的 所以在這一方面 我會相信 可能是天主教的理解上面 是有些不同的 以至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但當然我也不會怪他 因為你也知道 上個星期政府的公佈是非常突然 沒有想好 不僅僅是在說 叫教會珊瑚這件事 其他事情 你也看到是很渦可 根本沒有誓思 搞到很多混亂發生 會是 然後我們就看看這件事 這件事 這是香港浸聯會所出的 香港浸信會 浸聯會浸聯 我稍後會提起其他的中派也好 團體也好 都是很不同的 因為浸信會的傳統 是堂會 無論行政或財政上 都是獨立的 他們不是一個從屬關係 所以浸聯純粹是一個建議 不是一個硬性規定 因為既然國安會自立 自然就無法硬性規定 而浸聯這個指引 他對於剛才究竟 可不可以開放給自己 教會的聖職人員 教務回去做事 他說得很含糊 我讀了給大家聽 他這樣說的 各成員教會 由2月10日至24日 凌晨要關拜 在這段期間要暫停實體崇拜 聚會活動 宗教聚會 也必須暫停開放 給會友和公眾人士入內 所有都是這樣的 所有都沒有大大的分別 唯獨這句 至於受僱者 即以各成員教會的抗疫下 安排工作 這句很奇怪 他沒有很直接寫明 是不是可以容許受僱 返回教會裏做事 因為你說抗疫下安排工作而已 也可以在家工作 也可以這樣 這裡他是沒有寫得很明確的 他是沒有寫得很明確的 你看到浸聯的態度 我們也叫做 有少少次無寧兩可 但這裡 你也可以大概去理解 其實他也是說 僱員是可以在家裡工作的 可以回教會裏做事 我大概估計這樣的意思 接著我們再看下一個 這個就是聖工會 聖工會 接著講幾個都是正常的 即是差不多 例如第三項是這麼說的 各聖堂應動用最少的聖品和受薪員工 製作網上直播或者錄播崇拜 這也是按我們的理解差不多 即是說你只容許受薪的教目 職員和僱工 回到教會裏做直播或者錄播 這也是用來理解正常的事情 然後再看這個協眾會 基督教協眾會 基督教協眾會是由幾十個不同的中派 或者機構所組成的 同樣都是指引 因為每個不同的中派或機構 都是自己獨立 有自己的決定 協眾會的講法是這樣的 因為有不少的堂會 問他們實際上如何操作 是否一定要完全關閉 不可以做轉播、錄播等等 所以協眾會就向民政事務局查詢 民政事務局在諮詢了食物及衛生局之後 就在口頭上給了指引 我想說這真的非常好笑 宗教團體是民政事務局負責的 所以協眾會就要問問民政局 但民政局原來當時沒有一個很清楚的指引給所有宗教團體 所以才令協眾會反而要問回民政局 這個本身已經是荒謬的 因為你們公佈一個措施 是這麼行運不清的 而本身你們應該在公佈的時候 也有清楚的指引去提供 但是沒有 還要讓協眾會問你 而民政局本身原來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民政局再諮詢了食物及衛生局 在這裡我真的覺得協眾會是有心挽救民政局的 即是他跟你說 原來民政局本身也不知道 他也要問回食環 你說搞不搞笑 我真的覺得這整件事很搞笑 沒有強迫威 而這件事當然是法律 第五接觸 哪會不會沒有強迫威呢 只要有強迫威呢 我真的覺得整件事很搞笑 所以問完後,文哲哥先回答你 在公599G,在工作地點為工作而縱行的群聚可獲豁免 故此,全職或兼職的壽心同工都可以返回堂會處理公務 多搞笑 第三點,在教堂場所崇拜 不論錄影或直播,以最少同工主領負責為佳 教友說,義工就不適宜在場協助或參與 這就是協眾會的說法 最後我們看看從杜惠里 從杜惠里林中牧師,即是現在的新會長 他以這個目涵的方式去發佈 其實也是一樣的 他們都是說會繼續有網上的直播、崇拜等 只不過就是用他們的同工、教務去做的 就叫會友或者義工不要回去 跟剛才協眾會所表達的一樣東西 也是一樣的 好,我們先回來了 所以從這裡來看 你會看到天主教是最... 可不可以說穩陣呢? 可不可以說穩陣呢? 因為上星期的公告 簡直是勸喻自己的分堂 更加不可以在教堂裡面 做這些直播或者轉播的尼撒 而大家看看其實 政府是沒有這種硬性規定的 但是看到在天主教也好 香港的基督教也好 叫做最穩陣的 他會加多一句 勸喻他們不要這樣做 以免可能會抵觸法例 是最穩陣的了 而你又看到政府真的亂來的 做了一個這麼重要 這麼重大的決定 是沒有任何所謂書面清楚的指引的 他需要宗教團體主動問你 而他們問你的時候 你又不是馬上答到的 你要首先問另一個局 根據他們的說法 你再去回答 你看到政府內部是... 鬧共搞 總之整件事真是... 好了 下個禮拜... 對了,還有一個禮拜 這個...就是24日 因為這個關閉教會到24日凌晨為止 接下來會怎樣呢? 可能直接就是安心出行 什麼...那些疫苗通行症 那些事情 應該不會再延遲這個關閉吧? 我猜 不過也要看看 也要再看看這個情況 我們繼續跟大家再去跟蹤 最後再講回鄭家輝 因為我們收到有一位報料者 提供了一封信 這封信是由鄭家輝的太太歐穎儀 在去年12月12日 向他們的回友發出 12月12日 換言之 在舉行這個回友大會之前 才發出 我們今集 最後會看看這一封的送件 亦趁機看看究竟有什麼端倚 去扣露這樣 好 喏 這個就是... 有兩版的 這個是第一版來的 或者用最快的速度 就讀了它先這樣 那麼歐穎儀就說 她經歷了連串的事件 即是由九月到現在 她就想表達一些事情 即是牧師 即是說鄭家輝 也是同時她的老公 那麼她就說 鄭家輝 應該在九月 對 她九月宣佈會離開 這個嘉南堂 另外再去石門 創了一個石門堂 那麼她就說 離職之後 就不斷被人質疑她 要呼風喚雨 千秋萬世 OK 對了 呼風喚雨這個 鄭家輝在 12月19日的回友大會 都講過這個節 OK 歐穎儀就形容很多人匿論 惡意流傳 感到很痛心 接著她就回憶了 在17年的時候 她就被博士課程取錄了 當時就有兩個offer 最後她就選擇 愛丁堡大學和中國神學研究院 一個聯合的課程 只需要離開香港18個月 就可以完成 這樣了 那麼現在 歐穎儀就在忠臣那裡 就侍奉著教書 那麼她就說 為什麼會選擇這個offer 當時其中一個原因 就因為 鄭家輝牧師的侍奉 因為當時 對了 因為她的18個月時間 她帶了女兒過去的 而鄭家輝就斷斷續續 有時候都會去到英國那裡 她就強調 每次都是鄭家輝自費買機票 返回香港 在嘉蘭堂那裡 施這個聖餐 繼續去牧養的工作 她形容 自己作為一個全職工讀博士的神學生 要獨力在外地照顧自己的女兒 壓力是非常之大 而更加重要就是 鄭家輝牧養嘉蘭堂的要求是很大的 也是的 因為鄭家輝 據她自己形容 她是所謂的一個細節控 很著重細節的 這一點 我稍後有機會再慢慢跟大家去講 所以帶給她婚姻有很大的張力 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當時都幫助她 跟她聊聊天 幫她渡過去南關 所以她形容 鄭家輝對於嘉蘭堂是有很大的付出 她政治形容到這個付出 搞到淒淋止散、家庭破裂 都是非常之誇張的 所以她就說 現在鄭家輝決定離職 都差不多三個月了 但那些還質疑她的人實在太過份了 跌跌不休了 究竟何時才停止呢? 接著她第二段提起 離職之後 莫斯和個別同工 即是那位前傳道人 牽涉了一個私人金錢的法律糾紛 即是說那層樓 借名買樓的事件 這個我在未來星期 入門徒論壇再詳細去講 形容這些人 不知來輪去脈 大造文章 亦都會令不知情的弟兄姊妹 以為牧斯犯法隱瞞報稅 於是歐榮就說 我會保留追究的權利 以及鄭家輝其實都申請了正式文件 證明她沒有隱瞞報稅 那拜託公開吧 如果有的時候 拜託公開吧 對不對? 我們都不想冤枉好人 鄭家輝原來你是有這些正式文件 去證明你的 那拜託你公開吧 說真的 為什麼申請都不公開呢? 我就真的不明白 然後她就說 又是說回英國那件事 鄭家輝為了支持當時的生活費 再加上她的女兒 她就已經去了英國了 所以就沒有需要再繼續留住在香港的物業 於是就賣出了原本自住的物業 跟著呢 因為她每個月又自費買機票回香港 連續超過大半年 這份支出是我們真金白銀支付的 而因為賣出物業賺的利用 我們認為是神的賜福和供應 我們知道 為神的奉獻和付出 是不需要向任何人沉迷和交代的 但是因為這些不實的留言 已經是影響了我們 動搖了很多 不知情的弟兄姊妹 對於教會和牧者的送任 所以我要告訴你 不過我也很感謝當中 有很多教會成立初期的 年輕的弟兄姊妹的付出 奉獻等等 好,第二版先 所以她說 也感謝大家 牧師和你們一樣重力奉獻 早年曾經賣了物業 承擔教會的開支 而教務團隊一直願意低身服侍 在不同場合直到今日 大小之初都不計較戰之 遇之 嘩 最後 看看是否讀這裏 最後是說她自己在嘉南堂的 而無事奉 這裏就不說了 也不是很重要 下面那些我就不讀了 說真的 對於這篇 《歐詠儀》 在去年12月 給會友的自白書 在裡面我們看到什麼呢? 第一 就是看到17年的時候 她形容 當時她和女兒 去了愛丁堡 要讀大 即是她帶女兒去愛丁堡讀大學 方便照顧她 當時鄭家輝 就賣了她們那層樓 去支付學費、生活費、機票等等 另外她形容 當鄭家輝 2013年創立教會初期的時候 都曾經做了一個賣樓的行為 用到這筆錢可以成立教會等等 令我想起什麼呢? 就是現在那位後任的唐主任 李浩全 在前一陣子發表了一個澄清 去解釋鄭家輝借名買樓這件事 她就說當時鄭家輝做這些事 是純粹幫助人的 即是幫助她 可以負擔她一家的生活費 讓她將來可以讀神學 現在你就會看到 鄭家輝原來也賣了幾多層樓 或者她曾經賣過很多層樓 又賣過很多層樓 包括起碼2017年有 有做這個動作 她賣了自己的層樓 接著幫助她的妻子去讀神學 支付她一家 讓她當時又可以買機票回香港等等 我覺得 其實鄭家輝原來不僅是買賣投資物業 她是幫助人的 起碼也有去幫助自己的 這裡 起碼扣過歐永賢這一幅自白書 就已經扣露了這一點 即是補充了這一點 另外 大家記不記得鄭家輝 她不是有一封家書嗎? 我們曾經也說過 當時她剛才進去建道做伴職 而她每個月在教會出的人工 是兩萬元都沒有的 所以那個收入是很少的 她曾經形容到當時是非常艱難的 因為太太同時又要去讀博士 速國讀博士 她要去儲一些錢 現在就終於解答到這筆錢是怎樣 原來這筆錢是扣過買賣物業而來 所賺到的收入等等 對於歐永賢 我們對她的態度和鄭家輝是不同的 雖然是兩夫妻 但始終是兩個獨立的個體 所以一直以來 不會太過批評或者批判歐永賢 我們的態度是有不同的 我只是想問兩件事 我覺得如果歐永賢解答這兩件事 那就OK的 我們不會有太大的批評 說一句 第一 是真的要問你 關於天道那本書的問題 第一件要問的就是 我們之前也說過 有錢教木同工 就投訴你 當時你為天道出版社 擔任文字編輯一本註釋書 實際上你是將整個工作 給了這兩位同工 但你沒有跟他們說清楚 這是你是在天道接回來的工作 直到這本書出版之後 他們才知道 這件事 請問歐永賢有沒有跟天道說過呢? 當天道給了這本書的文字編輯工作 給你的時候 你有沒有很清楚跟他們說過 你會交給其他人去做呢? 而你要記得 實際上 這本書是寫明 由你擔任文稿編輯的 看不看嗎? 文稿編輯 有歐永賢的名字 這本書再給大家看多一次 是天道書樓 在2019年11月 所出版的 《珍言傳道書》 《雅哥的注釋》 在這裡 究竟歐永賢呢? 我覺得 至少你要交代一下這件事 我覺得 這是我第一個要問的問題 也希望你要去解答 天道到現在還沒回覆我 我會再去跟進 看看他們的回覆會如何 而第二個問題 希望你回應 就是 有會友和前的同工指控 在去年11月開EGM 即是嘉蘭堂開特別會友大會的時候 當時有人 就要提出關於鄭家輝牧師的問題 在特別會友大會上去討論 但當時你就以所謂官司為理由 禁止任何人去討論這件事 而據我所知 這個官司是民事的訴訟 不是刑事的訴訟 民事和人事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 為什麼不被討論呢? 以及 說到鄭家輝的問題 不單單只是說到這一層樓 當時的指控 還要包括他 在八達利神學院教材 或者博士課程中 涉嫌叫其他人幫他去 去做功課 或者預備一些講義 還有其他不同的問題 為什麼當時你是阻止 包括前執事 一些會友在EGM上 要提出這件事去討論呢? 我只是這兩個問題 是希望鄭家輝是親自去解答的 那 關於這件事 我們當然會繼續去跟蹤 在這裏 我必須要做一個呼籲 就是因為在前幾天 有一個補責社的僱員 他發了電郵給我們 就給我扣露一些 鄭家輝應該還在粉神以前的問題 我需要聯絡這位補責社的僱員 和他有些直接的訪問 因為我們去處理報道也好 或者處理一些節目 始終都需要跟資料提供者 做一個直接的對話、訪問 去了解那個情況 雖然你提供了一些資料 但是我們不能單單這樣 就向對外扣露 這個叫求證的過程 所以如果這位補責社的僱員 看到這個直播之後 麻煩回覆我 因為我已經先後兩次回覆你的電郵 希望你聯絡我 但你還未收到回覆 麻煩提供你的聯絡方法 讓我可以聯絡到你 和你做一個更詳細的跟蹤 如果我們求證過之後 當然是會再報道出來的 請你明白那個情況 接下來的星期日 我們就會有一個門徒論壇 這次的門徒論壇 我們的題目就叫做 鄭家輝牧師醜聞的調查報告 我們下午四點鐘 會扣過Google Meeting 的形式 所以大家要預先去報名 報了名 我們先會給Google Meeting 連結你去 這次也會扣露一些 尋未公開過的資料 所以是不公開的 所以你一定要報了名 才能夠參與 在這裏做邀請 如果大家關注跟進這件事件的時候 那報名吧 星期六就會結束了 大家報名 到時候可以向你披露更多的事件 好了 今天節目就差不多了 最後就做了一些呼籲 還有兩個星期就是月底了 到今天為止 我們課金的情況都非常嚴重 這個月我們有三項需要 是要大家去幫忙的 包括行償每個月的營運費 九千元 另外我們門徒小隊 現在做過一批新的隊伏 會印了LOGO的營光衣 預算是三千元 另外我們的財政赤字 是三萬八千元 因為現在正在搞八十八排慈善團體 希望在這段時間 能夠叫做Break Even 了 可以解決赤字的問題 所以這三方面的需要 都需要各位親切去支持 而到今天為止 因為還未收到任何課金和奉獻 所以我有一點點著急 在這裏真的要大家去幫忙一下 你可以扣過Pay Me 轉數快 PayPal 或者Barkatome 好而比 在這裏就拜託大家去幫忙 好了 我們禮拜四再見面 在這裏就跟大家說聲 拜拜 好,拜拜 拜拜